随着年纪增长,人的身体机能开始变差 如果在疏于运动,久坐不动的话呢 健康状况可能会更糟糕 研究表明,适量的运动其实可以帮助老年人减少中风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风险 大家应该注意老人家的身体健康 让他们多运动运动 这才是让他们保持精神健康的有效方式 其实除了跑步 还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运动可以供老人家选择 毕竟跑步可能对某些老人家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特别是关节疼痛的老人家 然后这边其实大家可以选择游泳啦 骑车或者各种球类运动 或者那种比较温柔一点的瑜伽 或者普拉提那些 大家都是可以考虑的 如果大家希望可以过一个积极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呢 其实就要了解一下红兰卡里面的这个项目 它叫Silver Snakers 这个项目呢 它其实是专门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设计的健身计划 所以它的字面解释是银色运动鞋 这个项目是始创于上世纪90年代的 其实它就是目的就是致力于让更多银发族走出家门 走进健身房或者社区健身中心 让他们提高老年人的健康 还有社交的总体生活水平 这个项目的好处有很多 它的广泛性很广 很多地方都能够使用 然后也可以定制健身课程 还有它的一些计划 不仅仅可以让你呆在健身房之内 也可以走到室外去进行 然后在线资源 你可以访问他们的网站 去看到更多的实时课程 或者是他们那些 或者是他们那些 APP也可以下载使用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介绍红兰卡之外 我们还会说一下就是 红兰卡的计划呢 它其实除了健身这方面的福利 还有很多不同的福利计划组成的 比如说OTC卡 或者那个牙科 或者是眼科 或者是听力 听力比如说那是助听器 助听器的话也有专门为助听器 在听力方面有需要的老人家设计的 还有就是为糖尿病人节省费用的 然后B部分返还 或者免费交通节送 还有免费看医生问诊的服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红兰白卡计划里面 什么计划会有这个健身计划的福利 其实呢 那基本上来说只要你有红免白卡这方面的计划 它都有覆盖免费的健身课程 大家可以看一下你们的计划内容详情里面应该都有介绍 或者如果大家有疑问要咨询的话可以联系我们 这边在description下面我们会留一个联系方式的link 大家可以点开来咨询联系我们 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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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